好羅家席,全民政治 MyRadio,2012 為更貼近市民地區聲音 3月1日起,MyRadio 節目重新安排 星期一晚8時9時 今晚回來,黎諾文,Judy 星期二晚10時 新界最前線,恩心港 物業城,萬必 星期三晚8時9時 人民力量,陳偉業 附偉業,扶偉樂,錢偉樂 關注港九新界普羅事務 全民政治,人人發聲 MyRadio,2012 POWER TO THE PEOPLE 世藥乎傾 治虹反骨 POWER TO THE PEOPLE 四面守敵 反骨反骨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隔空發功 黃毓民頻道,現在跟你否釋直戰 POWER TO THE PEOPLE 好了,黃毓民頻道,不准時開咪 POWER TO THE PEOPLE 沒有了個時間表 POWER TO THE PEOPLE 看不到個表 POWER TO THE PEOPLE 你做節目不用看表了 POWER TO THE PEOPLE 看不到個小時 POWER TO THE PEOPLE 總之是過了時 POWER TO THE PEOPLE 其實我們坐了很久的 技術問題,所以不要炸營 現在真的很難招呼聽眾、網友 暗間遲一點就說例子 我們這個節目算是這樣的 自修兩件,說我們例子那個 OK 今天當然有多話要說 但在我們要說的事之前 先報告一下 這兩天我們要做些什麼 其實昨天我也很辛苦 昨天開完立法會大會 趕頭趕頭,昨天好在早下班 因為第二個議案 提到認知障礙症 即是以前叫老人痴呆 有兩個局長坐在那裡 痴痴呆呆呆,走過一台 一個叫張建忠,一個叫周一岳 所以我說他們兩個痴痴呆呆,走過一台 全部都有認知障礙症的 這兩個都 那些是大家沒有意義的 希望政府增加日間護理中心 照顧一下 認知障礙症的老人家 另外就是要及早治療 因為有很多老人痴呆的 他不認為自己是老人痴呆 真是毀疾記憶 所以家人也是很麻煩的 所以當他病發很嚴重的時候 就開始不認得你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沒得救了 基本上是 所以應該是 預防性治療 這是很普通的病 即是現在根據統計 到2036年 大概是有 差不多二十幾萬 這個認知障礙症 都很可怕 因為人口老化 你這個數字 可以很容易計出來 如果有二十幾萬 認知障礙症 或者所謂老人痴呆症 那就換成家人 陪他一起痴呆 即是對整個社會的消耗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這種病 幾聰明的人都有機會 我可能說 任吉坦認知障礙 現在都發覺是認知障礙 你看到這個局 真的是認知障礙 這是什麼局 你說這是什麼局 你告訴我 明天 我們就決定 11點就去北角 ICAC總部 搞他 最初想著 ICAC搞他沒什麼用 道理很簡單 因為ICAC管不了他 ICAC直屬上司 直接負責的對象 就是行政長官 你明白嗎 但是要搞臭他 是要搞臭他 因為實在太臭了 要搞臭他 所以我們明天 11點就去ICAC 有另一個團體比我們早 沒所謂 先讓他出鏡 我們不自在出鏡 OK 11點鐘 就在他集合 其實11點鐘 我們工作人員都到處 在他插旗 希望我們的支持者 如果明天那段時間 只有11點半左右 你就去北角 尤其是上次我們被抓 北角警署那班朋友 如果你有空 你也可以去的 就是北角警署旁邊 那個就是北角 就是廉政公署的總部 我們其實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唱衰 在現行的法例裏 包括防止管道條例 對曾蔭權 是任何約制力都沒有的 就是你有時想想 跟台灣的法律 比很多時候 說香港法律 比台灣法律 健全些 法制 但是對這個最高的領導人 那個規範 台灣反而更有效 至少陳水扁現在正在受罰 現在你看看曾蔭權做的事 跟陳水扁的家族做的事 真的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 老實說 所以在這裏 一定要高度評價 這個就是東方日報 這個就是我們去教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記得當年有水門事件 有一個水門事件出現之後 那些記者的身價就是暴障 原來真的可以做 watchdog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去讀新聞 美國 有一種叫做調查報道 英文叫Investigated Reporting 就是爬睡 爬睡新聞 爬睡新聞是什麼 揭發這個弊案 揭發貪腐 揭發那些富豪巨股的醜聞 揭發高官的醜聞 政府的醜聞 那些叫爬睡新聞 那時候我在大學教新聞的時候 經常在講這些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Deaf Reporting 深度報道 香港就沒有的 香港的膚淺都不得了 我們那天千多人去遊行家 其實沒有報道的可以 因為每個都湧著去圍住那些特首候選人 你說我們沒有自己的媒介 沒有個人網 沒有那些片放 真是混蛋 好在有個東方 幫我們OnTV也登了 東方太陽也登了這段新聞 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包括《明報》這些 所謂公信力最高的垃圾報紙 現在是梁振英報 《蘋果日報》 《肥佬禮》這張所謂濕溝民主報 全部都是 沒有報道的 有些人就怨我 你最壞是黃毓民 不是黃毓民人民力量的新聞 這跟當年社民連 梁振英和陶君行的說法 是一樣的 因為他經常想在《蘋果日報》 有我在《蘋果日報》 沒得見報 所以一定殺了我 所以這個故事很清楚 所以現在就做了毛主席 一個就是靠哪一集 要做九東主席 是不是 收了兩百萬 就買我了 很清楚 現在真相大白 就是我是一個難勞虎 是一個左頭左勢 現在我從人民力量來說 又是一個半腳石 如果那個跟我有關的話 為什麼千多人 那麼家產沒有報道的呢 這麼奇怪 真的想不說粗口也不行 是不是 千多個老人家 我們說因為你請他吃飯 所以有千多個 那你也笑一下我 是不是 都沒有 我們老人家 每個都清楚做什麼事 如果你有去現場看 很震撼的 有一個九十二歲的老人家 坐著輪椅 還炒了一碟麵給我吃 都要來 是不是 沒有報道的 你真是一個什麼社會 台長 是不是 但是 每個人 就擁許那幾個 即是特首 就是候選人 疑似候選人 是不是 加上 就有曾飲權這宗新聞 也都是我們身不逢慎 是不是 所以 大家會擔心3月4日 打小欣 這家產報不報道呢 不要緊要了 我們逼爆銅鑼環 等他交通癱瘓 你想不報道都不行 那你罵我這個報道 這次不同 這次不同 打小欣不同 現在打小欣看是打誰 現在打小欣肯定是打曾鑑權和曾俊華 要打多一件 是不是 丟你以權謀私 是不是 一定打多一件 是不是 明天第一步 我們ICAC後日去禮賓府 先預告明天那個 大家集齊人馬 明天就在廉政公署總報道 不用多 有百多人 他都會扑街 在喊口號 要求ICAC立案調查 這樣就不能立的 老實說 因為你管不了他 但是要唱衰他 接著去禮賓府 就是禮賓府 就是禮賓六 OK 禮賓府的時間 我還未知道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我現在不知道時間多少 如果有人知道 現在就麻煩你 整進來 讓我可以說一下 禮賓六 下午三點鐘 我們也有一個論壇 在西洋賽街 這個論壇 會由我們的主席 劉家鴻 以及人網行政總裁 萬必會出席 說3月4日的打小忍活動 做宣傳的 順便說我們打小忍 打兩個小忍 一個曾蔭權 一個曾俊華 還有其他的高官 要打小忍 你心目中想打誰也可以來打 禮拜六那天 就是做一個宣傳和論壇 希望大家可以去西洋賽街 禮拜日三點鐘 現在應該是三點半還是四點 總之三、四點去就可以了 又有一個論壇 那個就是反對小圈子選舉 要求立即取消這個小圈子選舉 還政於民的論壇 那就是黃楊達和我主持 OK 這個就是禮拜日 OK 聽清楚了 禮拜日在賽街有個論壇 禮拜六有個論壇 禮拜六之後應該是中午 在禮賓府 有一個包圍禮賓府 數臭曾蔭權的論壇 那個示威活動 在禮賓府 這幾個都是我們人民力量 這幾天要搞的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參加 現在我在這裡先吹著雞 但最重要是明天那個先 明天那個先 明天那個就是在ICAC 我再說一次 現在現行的法例 對曾蔭權是無效的 歐雲 剛才你舉了陳水扁的例子 陳水扁是卸任先後 曾蔭權卸任之後 曾蔭權卸任之後 都應該有得搞的 如果是梁鄧貞做 就肯定有得搞的 會不會 有得搞的 有得搞的原因是 當你卸任之後 廉政公主就不是直接向你負責 就是向新的行政長官負責 這件事 相信大家都聽眾很想聽 還有玉敏的分析 其一就是 現在我們是否約了 看到所謂關係網出來 關係網 關係網 其實現在東方 逐天好像擠牙膏 擠出來給你享受 真的很精彩 到今天的新聞 全香港報紙都跟 其實原因是什麼 基本上都是東方獨家 不過昨天特首自己自爆 說他會去福團 去東海發 他要刺爆原因 因為他刺到會被爆 所以搞到今天其他報紙都有 但報道最詳細的 仍然是東方 因為東方一路 逼了幾個月 一路在做他的 ok 我現在忽然想一下 我們五月做東督少 很多gap 其中一個難gap 就是在這件事上 黃楚彪是業主 曾蔭權是租客 那現在地產代理是誰 鄭京翰 哈哈哈哈 你又來了 不可以說他歸功 政治捐嚇 不要 你不可以說他租房子 你不可以說他地產代理 你肯定是鄭京翰 是不是 這個是用常識來判斷的 是不是 他是叫做煲胎針 煲胎又到處不去住 就住鄭京翰老闆那個 那個東海花園 是不是 那便租給他 那個是業主 那個是租客 那當然有地產代理 不收勇的 那個就是鄭京翰 那就是鄭京翰 真是 真是 那三個響當當的人 一個叫深圳李嘉誠 黃楚彪是業主 那就是地產霸權 大陸而已 那行政長官 退休要去大陸暫住 那為了什麼去大陸暫住呢 因爲近住的權貴嘛 嗯 你要做一個副主席做一下才可以的 政協 是不是 放棄個著事位 接著回大陸 天天可以跟一些 近一點見一下廖暉呀 見一下這些人 是不是 那 鄭京翰和他這麼老朋友 介紹黃楚彪的地方給他住 很正常 那於是 黃楚彪是業主 曾蔭權是租客 地產代理 不收勇那個 那就是鄭京翰 是不是 那跟著有些美點雙輝 幫數碼台做節目 我都騙了頭 是不是 這些關係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我現在 吵爆我頭 這個爭相勾結了什麼人呢 是不是 其他人不說 只是說這個契弟曾蔭權 是不是 都算豈有此理 完全是當香港人是白痴 我今天坐的士路 上車就跟我說 他都問 這個曾蔭權 好像每個人當我們吃糞便飯 那樣 的士路 是不是 這個已經去到一個神人共憤的地步 很離譜 真的很離譜 真是很離譜 救了唐英年 是不是 都算離譜 匪夷所思 是不是 有這樣的特首 我就說他管治七年香港再難港人的恥辱 是不是 我有一句東方沒有寫 我 不仁者而居高位是 波奇惡 亦眾也 這句話就是我那天 在答問大會裡面問他 為什麼要用一個民望最低的人做政務司司長 是不是 孟子尼流篇說的 不仁者而居高位是 波奇惡亦眾也 然後他說我髒話 然後說我爛仔 說我黑社會 現在自己是什麼呢 我們上個禮拜一在說的時候 即是禮拜一在說的時候 都還在說去一個賭廳 即是不顧分制 去一個賭廳 是吧 叫你這個村民 嘩 結果跟著爆一下 坐一輛遊艇回來 跟著再爆一下 不然有 這個 這個 張崇喬 是吧 這個東西瑞的老闆 找個專機私家飛機車 他報吉 是可以的 如果這樣都可以 這樣都可以 還是不行 是可以的 照計 他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你怎知道後面做什麼 坐飛機去 那你要找到 先證據 證據先 不過老實說 我們做這麼久的新聞 由殖民地的時候 到現在 我未見過一個 就是香港的政府的領導人 做過一些 就是被人爆了這些東西出來 當年 由麥理浩 柔德韋契 信彭定康 都未 以至董建華都未見過這些東西 竟然去到曾蔭權可以做這些東西出來 我再重複講一次 明天是 你11點早點到這裡 但是11點45分 就是在這個北角的廉政公署總部 那後日禮拜六呢 就在這個禮賓府那個時間呢 就是這個 燒頭早 燒早 11點在匯豐銀行那裡集合 跟著去禮賓府 抗議這個官商勾結 是吧 那下午4點30分 就才去到西洋賽街的論壇 反 就是那個西洋賽街的論壇呢 就是這個 它這裡呢 就寫 禮拜二月二十六日日三時 銅鑼灣行人專用區回水八千論壇 那 下午4點 下午4點就是西洋賽街的一個反對小圈子 選舉的論壇 就是多一個在銅鑼灣的 然後再在這個禮拜六呢 下午呢 也都有一個 就是這個 打小忍那個論壇 就在這個 賽街 西洋賽街 就是禮拜六有一個 這個 打小忍的論壇 那 禮拜日銅鑼灣有一個 打小忍的論壇 然後呢 就禮拜日呢 銅鑼灣那個打小忍的論壇 完了之後呢 就在賽街有一個 黃陽達主持的 就停止小圈子選舉 立即普選《還政於民》的論壇 就在這個 星期日 所以我們的粉絲呢 禮拜六禮拜呢 就準備全天候都可以了 OK 就是這樣啦 希望大家可以參加啦 對不對 那我們也要報告一下 上次禮 就是最近 就是禮拜二那個活動 就非常之成功的 那就 也都托賴沒有任何老人家 覺得不舒服 對吧 雖然有幾個超過九十歲的 都來參加的 我就很感動的 OK 我們其實那天呢 就早上一天遊 其實上午就去植物公園 去一些地方逛逛 跟一些老人家 跟著就在這個 立法會那個 停車場那裡集合 跟著呢 就包圍這個立法會 和政府總部走一個圈 跟著然後就上車去吃飯 就是這樣啦 這個我事前都已經在那裡 講過很多次了 在網上也有些爭論 那我也不會回答你這些廢人 那些說的 OK 就是我們做了自己 認為對的事情 就OK的了 你說什麼都沒用 民建聯沒有做得我這麼成功的 是不是 民建聯那些 跟我們做的那些不同 但是民建聯做的那些 我也覺得 即是說老人家 去吃他一餐 那已經沒有問題的 對老人家來說 是不是 那你說民建聯這樣 用來拉票 那我們現在沒有票來拉的 我只是為他請命 希望拿八千元給他 很簡單的 是不是 我們沒有票來拉的 這些 你有本事你就做給我看 是不是 吵什麼在這裏 你又沒有本事做 是不是 你又沒有這些動員能力 現在動員兩百人都沒有 是不是 你在那裡嘰嘰嘰嘰嘰 嘰什麼 是不是 所以我有機會 我都會跟毛主席說 是否喜歡跟我開火 我現在 由頭至尾 我仍然當 社民連是一個 我們需要樂觀其成 所有他那些 示威抗爭 我們都樂觀其成的一個組織 畢竟這個組織是我創出來的 OK 你現在要跟我開火 又說不要點錯相 那我這兩天有空 我問一下毛主席 是不是 你現在要跟我開火 你說就行了 你說是就行了 是不是 很簡單 你說就行了 你毛主席說就行了 你說是呀 我要跟你開火 是不是 我擔保你不會這樣說 不會這樣說 大家安分一下 我也沒有時間去管這幫傢伙 太多事情要做 是不是 好了說回曾蔡英權這件事 在立法會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啊 你連P&P都未必做到 做不到的 所以只有啟動彈劾的程序 沒有什麼可以做 做不到的 基本上是 是不是 所以那些人又說 在內會談什麼 談談 沒有用的 浪費氣 全部都沒有用 所以現在只能夠在道德上批判 或者發動這個群眾的力量 群眾的力量 群眾的力量 要他下台 是不是 就是 或者搞一次大型的 示威 就是你有三幾十萬人 他下台 沒有啊 你現在這個局 再搞下去香港 就很亂了 你特首做這些事情 帶頭做 就是換言之 將來下面的低級少少的官員物 可以跟著曾蔭權去做 跟誰吃飯沒有所謂 坐誰遊艇沒有所謂 那你就將香港帶回到六十年代的日子 香港以什麼建稱呢 就是廉能政治 香港 勝在有ICAC 廉能政治 廉潔和有效率 現在兩樣都沒有 能已經沒有了 政府沒有了 連廉都沒有了 那你還有什麼呢 是吧 廉潔和有能力 是吧 現在廉能政治 能力已經沒有了 無能 是吧 跟著還要 就是 貪腐 還有什麼好搞 是吧 你真的官逼民犯 你現在派這麼多錢 是吧 派警察 退利得稅 退身奉稅 那你是不可以派窮人 是吧 像我昨晚去深水埗肉器市場 探望那些露宿者 是吧 掃牆 拿了他的屁股 是吧 食環處 我現在就和他計算了 我現在去找食環處長 大哥 那裡露宿已經很久歷史了 那裡附近 是吧 通州街公園 深水埗那幾條街 有些住了三十年了 對嗎 無故 有空就喜歡掃 掃也不要緊 拿著你的東西 當垃圾 沒搞錯 有的人說不見手提電話 對吧 還有那些被泡 枕頭 我發覺食環處 也算無 Nick 是吧 我昨天就去探望那些露宿者 那叫了地盤職員去跟進這件事 我們教會也有人守護兄弟 四十天,我那個教會,林牧師,動員我們的教友,去守護兄弟四十天。 這些弱勢族群,誰理他呢? 豬門酒肉臭,誰理他們呢?沒有人理他們,不斷打壓! 他住在那裏,輪功屋輪不到,大部份拿縱緩的,沒有居住,只拿一千八元。 一千八元用來做什麼?一千八元! 他都不是想睡街很多,你有屋給他住,他就不用睡街了! 有些輪功屋輪了很多年,我跟我說,那你單身那些,又是老童,怎麼有公屋給你呢? 我排你排,是不是?所以你看到香港,這些是最低下階層,最卑微,被政府眼中佔過來的。 沒有人理他們的。 所以我昨天,我去兩塊地方,先去土瓜灣那個市區重建那裏有些問題,那我就認識那個市區重建組,關注市區重建的那班年輕人。 那我們又去撐牆,做就是他們做的,我們可以配合就配合。沒有議員去的,只有我去而已。 沒有票啊!沒有票啊!沒有票啊! 最好笑,有個街坊在問我,他可能不太熟悉我們。 他說,我想問一下你們,為什麼你們這些議員投票的時候叫我們去投區議員? 現在你們一個人都沒有來啊! 我說,不好意思啊,我們這裏沒有區議員,都是個立法委員的,就是我。 我說,你問民建聯吧,民工聯會,這裡有很多區議員,問他為什麼不理呢? 是不是? 所以,這班人已經過了海了神仙啊,你明白嗎?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樣的局,是不是? 一個已經腐爛到這樣的政權,是不是? 這個曾蔭權,大哥,還去基督徒,天天去教堂祈禱, 天主一定不會原諒你啦,說就說,你真是曬家事啦,休息一會兒。 曾蔭權主動致電港台,在一個節目上,為他和夫人爆笑微, 上週末在澳門接受富商款待,想豪華遊艇過夜和回香港解話。 的確確,我的朋友船過夜,也是因為保愛的問題,我想離開最煩囂的東西的, 我能夠就不要住酒店,那些地方就太吵, 而且這次有機會和朋友邀請我去住,我去住了。 在那邊的船上,大家明白到不是人家說得那麼豪華的, 我在那邊只是吃個早餐,譬如我告訴家榮,我吃什麼早餐呢? 全日早餐是水果、豬骨粥、豬油麵,就是這樣了。 上面唯一的娛樂就是電視新聞,沒有卡拉OK,沒有人特別表演, 更加沒有任何的賭博在這裡。 他承認在七年特首任內,兩次坐朋友的私人船隻, 和兩次坐私人飛機來講,包括報章提到,他去泰國布吉度假, 但強調一定要沒有利益衝突才接受邀請,也有給交通費。 對外界質疑他的個人操守,且上官商勾結感到傷心。 曾蔭權說,他給錢的一準則,是去澳門給澳門船票費用, 至於坐私人飛機,去布吉屬於短程,按經濟客位機票價前付錢, 另一次較長途,就給商務客位的票價。 看回來往港澳的噴射飛航渡輪票價, 最貴的自尊噴射船,四座位貴賓箱,由澳門來香港,夜行收費2500元, 平均每人625元。 而乘搭國泰航空來回香港至到布吉, 在官方網站買機票,經濟客倉票價, 視乎不同級別和優惠條款,大約由2470元至6970元不等。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敬之不道。 曾蔭權退休號責大解救。 先帶大家參觀單位浴室,270度全景觀佩爾全落地玻璃, 加上超豪華按摩浴缸。 單位浴室已經接近300呎, 住在劏房的香港人,不要羨慕了。 根據討論,浴室是位於底層主人房, 整間主人房超過1200平方呎,空間感十足。 另外,底層中間是一個特大的衣帽間, 又有儲物室和書房。 上一層就是客廳和飯廳。 圓形位置就是飯廳。 中間放置了一張白人餐桌, 而客飯廳亦都接近2000呎, 以皇室氣派為主題。 外面的是空中花園, 不單會大量綠化, 預計更加會有一個錦鯉魚池。 在天台,圖製顯示有一個2000呎的玻璃屋, 是當中的焦點。 而旁邊是圖書局和悠閒活動室。 不過,這個玻璃屋可能是潛建的, 數以敦計的鋼材, 可能會加重了樓宇的負荷。 單位由去年9月開始裝修, 預計會到下個月底長達半年。 不論是唐太還是曾太, 單位的女主人總是著緊裝修的。 消息人士指, 爭爆笑味每隔一兩個月, 就會前往單位視察進度。 項目的負責人和設計師樓人員會陪同視察。 問題又來了, 如果豪裝是業主的意思, 但曾氏夫婦對裝修有意見, 例如是要求改用豪華物料, 那算不算是利益輸送呢? 如果裝修是曾蔭權的意思, 那1700萬的裝修費是誰給呢?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我們現在是很艱難, 但這個艱難, 是讓我們重新出發一個最好的契機。 演出力量, 在艱難, 在艱難, 即是說在艱難的時候, 我們的鬥志更加強。 我們是堅決反對釋法, 掌現公義, 尤其是未到終審法院, 未到最終裁決之前。 158條講清楚的是, 那個案件到終審法院要做終審裁決之前。 如果這個案件是跟中央的權力有關的, 是嗎? 就要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 就要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 就要看一百五十八條, 不要亂說, 大哥。 不要亂說, 紅星期一, 四晚, 十點至十點半, 毓民踩場。 主持, 黃毓民、 陳偉業、 梁錦祥, 準時和大家見面。 普羅政治學院, 全定支持。 鮑娛, 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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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說,我搭了飛機,我給機票費,那是包機來的,Charter to flight來的 你試試去包價私人包機,看多少錢 你自己這樣說,肯定中間有個差價,即是你給的那筆錢和實際上的成本 不是很簡單,他的機器是載你,只是載你的,是不是只是載你 那你載你,有錢,機師,服務員,你就跟我計算吧 拍機費,你不怕被人笑,如果不是載你 不是載你,不是載你,那機器就不用,譬如要花30萬,那30萬不用花 那你只是給幾千元機票去報吉,如果你坐國泰的話,不要坐經濟客位,特首坐頭等,慢鬆些錢 但是你這個私人飛機,這樣飛一轉來回,那是幾十萬的 那差價怎樣呢?那個不是利益 那是幾十萬來的,那是幾十萬來的 游艇也是,同樣的道理 去澳門可以搭直升機 澳門直升機單程都是二千多元而已 是不是? 我真的爭吵頭,還可以搭得很輕鬆,好像沒有東西 你那一轉私人飛機多少錢啊? 你說不是,那個老闆,他就要去報吉 剛好,順風車 順便載你,載你,載你 那又可以說的,是不是? 專程載你兩夫妻去報吉 那幾十倍啊,大哥 我告訴你,這些很簡單的,如果那個不是特首 一定不會,是一個公務員 或者是一個酒長級官員,坐牢 坐牢,說完了,是不是? 那你閃錦華是不是很愚蠢啊? 為什麼阮華請他叫雞,不然就坐牢 是不是? 連那個助理的警務處長都沒得做了 他可能後來都想付錢 你原本是明日之星來的,他可能想付錢的 是不是? 那連阮華都要坐牢,夜總會的老闆 夜總會老闆坐牢,閃錦華坐牢 然後全程盡喪 是不是? 沒事啊,那些不是霸王餐 只是招待你而已 是不是? 雖然那個是妓女的服務 都是招待的 又是 你真是,一說得出 你真是,你真是不懂得說 還要好像很正氣林賢 他說那件事 跟他做訪問,那個人也不踢爆他 那個叫梁家榮 那個叫梁家榮 又是西人來的 你明白嗎? 西人何其多 立法會也有四方西 什麼西都有 西人何其多才行 全部都是西人來的 唐人來的 全部都是西人來的 這班 最好笑今天你看看東方日報 將議員分兩派 一個是正派,一個是反派 以為只有兩派 原來還有一派叫做改邪歸正派 叫轉太派 就是謝偉俊 謝偉俊真的奇差一著 不過幸好轉太轉得快 他是為了突我們而反對 因為那個是陳偉業提的緊急質詢 他就大意想而突我們 誰知他當時沒有想到 你突我們 不要緊 東方就覺得 你跟他唱反調 你明白嗎? 就要搞他 然後他爭底 搞龍東 他要去選 就立刻轉態 那於是東方就要邀他一默 我叫他改邪歸正 所以我們翌日見到 謝偉俊就叫他改邪歸正派 所以政行 常常說我們無恥 出賣報告 罵我暴力 你問你還無恥? 大哥 你不怕死嗎? 你不一樣怕死 我真的不信你不怕 不怕就不要轉太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的嘴唸 這個人我不是很想提他 日又搞我 夜又搞我 發夢又搞我 不知全世跟他撈亂什麼骨頭 都無所謂 出得來走 但是 你被人列為改邪歸正派 我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 把報紙去捏瓜你的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有時 從政 沒什麼意思 說就說 我經常說 搞政治都不是人搞 家產全部都是禽獸 自己做著做著都變成禽獸 就是這樣 沒辦法了 就是 被迫著 被迫著 想做好人都不行 有時就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你現在看法律上 你吹他不將 你只能夠利用人民的力量 道德批判 以及用人民的壓力 是逼他下台 我告訴你 沒有另一條路 你立法會搞什麼都沒用 暗奸保皇黨過半數 搞什麼 就是 有些人動議 立法會動議什麼 你現在提過 緊急質詢都不讓你提 是不是 那你要開這個 P&P 又開不成 那你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所以最初想想想 你真是 都是要去埋四線 起碼建合部 這麼艱難 搞一下他 就是這樣 沒有另一條路 跟著要去特首府圍一下他 所以我再重複說一次 明天 11點45分 北角 廉政公署總部 後日 星期六 上午11點 匯豐銀行中環匯豐銀行集合 跟著衝上禮賓府 跟著 禮拜六的下午 三點 在這個行人專用區 有一個打小人的論壇 跟著 禮拜日 下午 兩點半鐘 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 有一個打小人的論壇 跟著 四點鐘 在這個賽街 有一個 停止小圈子選舉 環政愚民的論壇 禮拜日四點鐘的論壇 就黃陽達和我主持 禮拜六的論壇 就萬必 跟著 劉翁 主持 希望大家 這幾個活動 都來參加 香港現在是一個很嚴峻的時候 還有 那隻狼已經報名了 豬狼決鬥 至於無恥的百甲 現在是沒有人理會他 我在這裡再說一次 上次我自己的評估曾玉成也是沒有行的 現在看款式也是一樣的 究竟什麼原因呢 台長可以分析一下 沒有的 其實後面很簡單 就是一個 你代表什麼的權力 什麼的權力板塊 第一件事就是曾玉成有沒有這個 代表權力板塊的能力 其二就是 是不是他一出來就可以扭轉局面 那未必 如果出來出不到 那怎麼辦呢 今年九月 是不是 民建聯是害怕的 即是他們都是考慮到選情 有些人有一種說法的 那未必共產黨一黨專政 那麼家產民建聯又一黨專政 即是 你明白嗎 專賭就好啊 專賭就無所謂 但是差一點點 特首又是民建聯 然後立法會民建聯又多致席 那不是一黨專政 你明白嗎 他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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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果算數上來 有些風險其實就不一定 那還有呢 就是 呃 這個 呃 呃 曾玉成呢 在圈內的評價很高 但是在圈外 一般老百姓對他的評價呢 就很低 很奇怪 是 賣相 是的 他賣相 所以有時候 這個真的沒辦法 即是他的相頭 那個影響 是 是 但是事實上 在圈內他評價很高 是吧 在圈外 即是在普通市民的眼中 即是他的形象真的也是一般的 所以這個真的沒得談 是吧 呃 所以我估計他都 星期一 或者星期二 因為星期三就截止提名 都會宣布 即是 呃 不會去參選的 就是我估 那 就梁振英就 夠入場 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到最後那個結局 即是搞了這麼多事 到最後呢 都是兩個建制派 加一個 魏民主派 三個候選人 葉劉淑儀是抽水的 但是他是沒有壞的 對他來說 他抽水 大哥曝光 是吧 由頭抽到落尾的 他由地雲抽到現在 是吧 宣布參選 但他一定不夠提名 嗯 現在很明顯就是這樣 那所以 那個局就是 豬狼 對決 是吧 就 甲仔就抬轎 就是這樣 但是 即是梁振英 和唐英年 那個所謂的醜聞呢 仍然是會發酵的 會繼續的 會繼續發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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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大家就有很多戲看 當然這個 所以現在我們搞的活動 都沒有什麼報導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在現在這個時間 是很不著數的 是吧 但是幸好我們自己 有自己的平台 是吧 有些人意粉填英 為什麼沒有報導 那你現在看回整個局 你知道 那些新聞真的太過juicy 哈哈 你那些這麼正面的事情 千多個老人家 就是萬維立法會 沒有人理睬你的 所以就是生不奉神 就是 那個timing不對 但是沒有所謂 我們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是吧 所以我在這裡 又要繼續在這裡 就是多謝 就是捐錢給我們 那幾位朋友 是吧 就是中共有十五萬 給我們搞這個活動 那麼我們都有一些錢剩 那些錢剩了 就是因為 打小仁那天 就有很多老人家想來的 那麼我們就找車載他來 OK 找車載他來 沒有犯罪了吧 是吧 80多歲要坐輪椅的 那是不是要找車載他來 我想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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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哥 是不是要找車載他先 是吧 是吧 所以我們呢 那天就會車載他來 車打花園 我們打小仁有兩個場地 一個是銅鑼環東角度 原本我們就預訂了這裡 那後來因為車打花園有空位 那我們就進了車打花園 因為怕東角度 裝不到幾千人 而且那裡人流很厲害 你明白嗎 如果我用幾千人在那裡 分分鐘就癱瘓銅鑼環的交通 所以我們現在剩兩個場地 就是早點兩點鐘 就在銅鑼環集合 就在那裡做簡單的集會之後 然後就遊行到這個車打花園 那車打花園那裡 那個活動就四點鐘開始 就等那群人下來 就一起在車打花園那裡集會 就是這樣 那車打花園四點鐘開始 如果早到那些 我們就在那裡集會 就是這樣 就是兩個場地 我在這裡再跟大家講清楚一點 我們接著出廣告的會 以及單張 2點鐘 3月4日 就在銅鑼環東角度 四點鐘就在車打花園 但是呢 車打花園我們有一批人去 去東角度那批 接著就是遊行到車打花園 那些年長的那些 我們就載到車打花園 就在車打花園集會 那些老人家我們會載到那裡的 老人家我們就不會像上次那麽多人 大概幾百人左右 那我們就載到車打花園 參加這個打小癮的活動 OK 大致上的安排應該暫時是這樣 比較具體的公布 因為是人網主辦 人民力量協辦的 接下來會有一些具體的公布 包括在報紙上登廣告的 再登一次廣告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 這一兩個星期 就是我們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希望大家就不要放假去別處了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來參加 大家不要缺席 因為這個真是 香港現在我覺得是一個 解構要重建的一個時候 危急傳亡 就算有些人想保持 或者回到以前的 status quo 的現狀 是不可能的了 這個是香港整個政治的 權力板塊洗牌的一個時刻 經過這次之後 就回不了頭了 回不了頭了 政府已經敗壞到這個程度 你看到爭任權 所以這個人 有些人就替我心涼 當日他罵你一懶兒 黑社會 現在你看他多淒涼 那我們就沒什麼所謂 你說什麼什麼 我們都經常被人罵 但是我一樣有很多人支持我 那些老人家看到我多開心 你開心 我又開心 對於長者 我覺得我們社會對他們 真的有虧欠 特別是這個政府 這麼豐厚的財政儲備 對老人家竟然可以刻薄到這個地步 你真是匪夷所思 所以如果你任何一個特首唱場 能夠善待老人家 老實說 香港人都會表示歡迎 所以你 如果唐英年做得到 最好就一上場 每個老人家派三千 是長期每個月 不是一次過 當全民退休保障 還不可以做到 每年加建五千個公屋 還不可以做到 立即取消自駕油 還不可以做到 立即倒截雙非孕婦 說明 在第一年裏面 就要不見一半 第二年 再不見一半 還不可以做到 然後 提高公屋的資產審查的入息上下 還不可以做到 增加縱緩還不可以做到 現在梁振英已經說這些是福利主義了 你又去取悅基層 很簡單 我以上說這些 是我們過去這幾年 不斷跟政府說的 是對現行的財政結構 沒有任何影響的 OK 也不會影響那些有錢人賺錢的 也不是什麼福利主義 是隨著那個通脹和那個經濟發展 你現在還給1,800元的縱緩金 對不對 現在什麼時候啊 是不是 你的租金津貼已經趕不上那個租金 是不是 這些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 如果你是誰做特首可以做到這幾樣東西的話 前面那些 雖然不知 對我們反對小選子選舉的人 我們都要繼續爭取這個全民普選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就會覺得 至少 你肯做一些 來縮短貧富差距 是吧 就是幫一下弱勢的人 這些東西 我們過去講了幾年了 全民退休保障 增建這個公屋 提高中援金額 提高這個公屋 就是申請資產審查的入息上限 取消藥物明察 15年免費教育 有多難啊 是不是 你告訴我有多難啊 做不到 曾蔭權做不到 董建華做不到 是不是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是不做的 是不做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 看到的情況就是 如果 就是 無論你現在民望 多低 就是如果肯做這幾樣東西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翻身 否則的話 你誰當選 我現在告訴你 迎接你的 就是一場數以十萬計的遊行 你不要以為只是唐英年當選 才會有遊行 你梁振英當選 一樣有遊行 是不是 你解釋給我聽 二十三條先 是不是 你解釋給我聽 你當年六四 譴責中共那個 今時今日還有沒有效 是不是 你這隻狼都不是好人來的 我告訴你 是不是 所以無論誰做都好 香港都是死定的 因為這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最荒謬的就是民主黨 經常要突顯小圈子的荒謬 用不著你突顯嗎 是不是 本來就是很荒謬的 這麼家產 你在一個荒謬的鬥裡面 就好像等於我們說話 跟著長毛也有說 有鮑魚之事 久而不聞其臭 你進了這個堆 你跟他一樣 這麼臭 基本上是 這個長毛就是 那間天都沒有錯 你進去那個糞坑裡 你都要到處屎了 你還在大意想言 所以最無恥就是民主黨 現在大家看這個畫面 就是我們那天遊行 那些公公婆婆 你看 我們不想他太辛苦 你都暴力滿山 看到嗎 都行 他真的貪你那餐吃嗎 所以我麻煩你社民連那些 隔我們的人 你看清楚 是不是 你沒有本事做 你就不要在那裡喀喀喀喀 你是沒有本事動員到這麼多人 老人家呢 暴力滿山 我們每輛車都五、六個義工 來扶住他們 大哥 不想他們走太遠 就在立法會裡繞個圈 大哥 就是這樣 就是不想他們走太遠 所以要找車載他們 是不是 有些人說到 我們虐待那些老人家人 給他們一餐吃 不知說什麼 在那裡 你有沒有本事 你有本事 你幫我動員那些人 是不是 一樣 用這樣的方式 你動員給我看 我擔保你沒有本事 現在說什麼 你看他們的龍幾場 你看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大家各有各做 不要在那裡喀喀喀喀喀 你今時今日 再來搞我 是沒有用的 是不是 你挨死屍搞我 都搞不到 搞什麼蠢子 還要在那裡 搞定你的屠軍行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大家 喂 分了就分了 還在那裡搞這麼多小動作 從頭到尾都未完 是不是 所以你長毛做社民連主席 我真是 你希望 好好地做 是不是 就是 你都害不住你下面的人 是不是 如果你是傀儡來的 不要緊要 大家好好地做 是不是 哪些事情應該做 哪些事情不應該做 你長毛做得對的事情 我們一定支持你 是不是 很簡單 是不是 我們不以人廢言 是不是 但是你看一下 現在你看看你的畫面 是不是 這些是我們的工具來的嗎 蛤 被你們說得這麼賤 蛤 就是貪吃你那一餐 你猜 兩個頭鮑魚嗎 你猜 是不是 你看些老人家 是不是 我們當日只有感激 感動 和感恩 就是這麼簡單 你們這些混蛋在那裡吵 你就吵 所以我跟我們主席說 不可以在網上跟他們辯論 我們做自己的事 你像我們這樣做 回水八千 這些運動 是不是 我不會反對你的示威 你就去搞 各有各做 是不是 你明天要去ICS就去 我又去 我又去 各有各做 是不是 做什麼要這樣搞我們 是不是 衝擊 這個何俊仁 又不是我叫他去衝擊 那些人看不清楚 他又說關我們事 你不文語 不要點錯相 你很厲害 你很英俊 點錯相 真是不知所謂 這些廢人 我們說過很多次 你現在 香港是需要這些激進的力量 所以我們是不會希望社民連瓜柴的 相反就是希望人民力量瓜柴 人民連瓜柴對你沒有好處 當然何況人民力量不會瓜柴的 是吧 你先顧好自己 是吧 還有沒有你看看你旁邊 旁邊還有什麼人 不要被人害 最重要 是吧 好 我們呢 那幾個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多些人 那麼 大家 在現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下 我覺得 是很需要這些反對的聲音 就是我這幾天呢 其實我感受很深的 我出到街 就是平時那些 可能罵我們激進的人呢 他反過來跟我說 我想想想都是要你才行 我想想想都是需要你們這些人 他想想想都是需要你們這些人 你看這個勝負太腐爛了 是吧 特首選舉太醜陋 是吧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反對小選子選舉 2007年 我們就是衝擊 這個 梁家傑的 大哥 但是梁家傑那次選舉 都算是有文有路 大哥 那個格局走出來 嘩 你這個何俊仁這個 垃圾套屁 哪有人理他 基本上沒有人理他 是吧 是吧 就是小丑一個 是吧 還想抽水 還想利用立法會平台 打那兩個對手 是吧 就是這個很無恥 非常荒謬的東西 是吧 自己在屎坑那裡 是吧 是吧 跟著說屎坑他們很臭 那你會香嗎 你都在屎坑那裡 是吧 大家都在屎坑那裡 怎會香呢 是吧 好 休息一會 回水一日遊 公公婆婆給20元 有得玩有得吃 還安排遊行 長者節已熟成 政府孤寒都記 政府孤寒都記 大約1400個公公婆婆 不滿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不再派錢 參加人民力量舉辦的回水一日遊 去到金鐘新立法會示威 要求政府回水8000元 他們手持標語橫額圍繞新立法會走一個圈 當中有不少長者其實行動不便 要用拐杖支撐行動 但是都要遊行 批評預算案措施毫無幫助 回水就有錢可以小 但是你回那些差養 什麼那些 很多人都沒有樓 不是個個有樓 那應該是回水好些 不公平 你減差養那些不公平 你有錢老很多差養 很多物業 窮人沒有物業 其他那些不公平 人民力量這個每位就收20元的回水一日遊行程 很豐富的 今天成行的已經有十幾團 早前安排公公婆婆唱遊港島 當中包括參觀山頂和香港公園等等 之後就齊齊來到新立法會示威 畢竟都是長者 完成示威那麼消耗氣力的活動 就齊齊去灣仔酒樓吃一頓好 人民力量就強調獲得三個善獎資助大約15萬 兼且在時前已經將行程講到明 並不是臨時加插 而公公婆婆也都說 報團的時候已經知道其中一個節目安排是去遊行示威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回水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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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淨走 乾淨廣走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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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回水八千 明天不回好 政府孤寒都敬 回水八千 路律大半生 還我八千萬 明天不回好 回水八千 回水八千 長者節衣縮成 正方孤寒都敬 回水八千 老律大半生 還我八千萬 回水八千 長者節衣縮成 正方孤寒都敬 正方孤寒都敬 回水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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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老不老 八千老不老 明天不回好 明天不回好 回水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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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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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